有了市場就有傳承 將廣彩的藝術向社會得到更深的影響 據三百多年歷史 藝術歸保的傳承方面 自己努力地傳承 發掘新的苗子 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角度去發掘人才 使得廣彩有一個廣闊的傳承空間 我作為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 對於廣彩未來的傳承的希望 其實都是一句話 開發好市場 讓更多人喜歡廣彩藝術作品 從而培養更多新的傳承接班人 Canton porcelain with exquisite workmanship and heat with gold and jade Canton porcelain became popular in the homes of European aristocrats becoming the top luxury good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a symbol of the noble status of western aristocrats Chinese colored porcelain craftsmanship combines with western porcelain art and painting techniques it is praised as the official kiln of the world for its unique style of brilliant colors complicated craftsmanship and accumulation of gold and jade 當我開始入廣彩的時候 是蕭聖祥師傅 是我第一個啟夢老師 由於我自己在學習裡面的成績更加突出 所以在第二階段 我跟到歐少奇師傅 學習一個廣彩的技藝 在廣彩的技藝裡面 得到了一個大的飛躍 當時在工廠的時候 也都間接得到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在趙國媛的啟發 在1986年的時候 我被工廠派到廣州美術學院深造 The work along the river during Qi Ming Festival will slowly unfold on the edge of this 24-inch round porcelain plate which reflects the bustling streets of Bianji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work caused a sensation as soon as it was released and won the China Public Welfare Cultural Creativity Award The painting of lines figures, houses, pavilions and human expressions was very difficult but in the end the porcelain plate was faithfully copied from the original work 在我自己的從藝 42年裡面 尤其我們在後期的創作裡面 甚至做到一個薄碗的時候 由於這個碗太薄 比較難把控 所以大家在做的時候 開始做第一隻的時候 不小心 拿著碗邊 一拿那隻碗向後一側 一整隻碗就裂開了兩邊 第二次 在燒製的過程裡面 燒到這麼長時間 突然之間 裡面噴一聲 糟了 原來是碗在爐裡面 已經爛了 所以我們在做瓷器裡面 的風險是非常之大的 走到順的時候 它或者又會走到另一個瓶頸 我們拿著對藝術的敬仰 敬畏之心 去完成每一件作品 去解決每一個困難 其實這是我藝術的生涯裡面 一個過程 這就算是很重要的 現在已經被創造了 兩年來 製造了 環境的富裕 增加維持人 增加維持人 這製造成 技巧 其合成 銀釣 銀針 銀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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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 是完全描織 簡利的 它也破壞了剛才的研究 是出發了小的研究 是最大的研究研究 在研究研究研究的歷史上 它是最大的研究 當我取得第一步 是選擇 當我包好這個圖稿 下面會寫線 或者用顏色去畫其他的紋養 應該是第三步 第四步就是填色 這個最後的步驟 就要拿到廬房燒製 燒完之後 一件完美的作品 就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從一個傳統的技藝 引入新的元素 這個就是創新 其實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創作思想 所以我們廣采 每個大師做出來的作品 都是有不同的風格 有些是趨於現代的 有些是趨於傳統的 未來廣采 它整個發展的歷程 其實都是靠 我們藝人的一個傳承 給年輕人有一個新的思想 它將傳統的工藝 迎合當代的需要 將傳統的東西 轉入創新的思維裏 做出一些當代的作品 即是一個創新的延續 從一個傳統的 到迎合當代的審美要求 去做出來的作品 和放鬆 cis成本的年輕人 祈禮 給年輕人 更重大 我們希望 在未來 成本的 感谢观看